马力亚台风席台 双北对台风架的决策不同掉 尤其是家住新北市停班课 公司却在台北市的员工 北市要正常上班上课 就有公司要求员工必须冒雨上班 苹果接获不少伪创员工的投诉 住新北的就不是人吗 伪创回应公司没有常置 员工可以不到班 员工售出公司的公告 竟然是以台北市公告 照常上班上课的标准为主 让员工很愤慨 住新北市的同仁就不必保障安全吗 认为这样的决策对员工并不友善 伪创则回应 依据劳基法员工可以请休台风架